最近有不少刚刚来澳洲的新移民 或者是正准备过来澳洲的人 我会发现他们手里越来越多 已经购入或者准备买入 墨尔本市中心的新公寓楼盘 墨尔本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毕竟曾经连续7年 列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第一名 市中心的房价又不贵 那可能正正因为这样 对于很多不熟悉墨尔本的买家 会觉得买在墨尔本市中心 是一个不错的投资 但是今天我会冒着生命的危险 想和大家去探讨一下 为什么在墨尔本市中心买公寓 是最差的一个投资 没有之意 而且分分钟会万劫不符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希望各位看到的话 请务必点个赞 并且转发给身边 所有准备买房的朋友 这样YouTube才会把视频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得到 得到帮助 我相信若干年后 他们会非常感谢你的 我是法兰克 一个来了澳洲将近30年的香港人 希望透过分享 我对澳洲房地产的知识 可以帮助各位投资者 做出理性的抉择 第一次来看的朋友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按一下小铃铛 这样每周我们更新的视频 你会立马收到通知 其中一个找到我来做咨询的朋友 刚刚到了澳洲 告诉我 他刚购入一套 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最大的火车站 Southern Cross Station 旁边的50多万一房全新公寓 那他说其实他也不是很肯定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 他只知道卖房给他的中介 跟他说 这里是墨尔本市中心 最好的黄金地段 出租回报率超过6% 那现金流非常的好 而且呢 现在是超低的时间 移民和旅游恢复之后 相信会有不错的升值 那最重要 是楼盘看来是很高级的 很漂亮 一心动 他就买了 那当他问我这套房子 值不值得持有的时候 那我当然把事实告诉他了 是我的话 会尽快卖掉 哪怕要亏着卖 他有点不太能接受 甚至开始和我争论了 那可能是希望合理化 自己这一次的决定吧 最终我还是说服他 这种房子呢 最好尽快可以脱手 所以我也希望 透过今天这个视频 让大家可以看清 卖房中介 和你说的天花乱坠的时候 他背后最终让你买的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所谓投资 这里没有针对任何人 只希望能够看到的人 如果你正准备 买墨尔本市中心的公寓 那你可以悬崖勒马 如果你有接触过 推这种公寓楼盘的中介呢 应该非常熟悉 推销的说辞了 对于不熟悉墨尔本的买家呢 他们肯定会先告诉你啊 墨尔本曾经连续七年 列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第一名 人口在飞速增长 市中心就是其中一个 最受惠的地方 好几所世界知名的大学 无数的语言学校 那导致呢 留学生租房的需求极大 再加上市中心是金融中心 各种白领呢 也会抢着租你的这套房子 最夸张的 我听到过一些中介会说哈 相等于你以非常焦距的价格 可以在陆家嘴买到 而且呢 自从疫情以来 市中心并没有新楼盘的开发 所以供过于求是不存在的 再来就是介绍楼盘的时候呢 清一色 每个楼盘都是在黄金地段 世间万物都是楼王 开发商 建筑商怎么怎么好 用料怎么怎么好 租金回报极高 能够轻松达到正向现金流 并且呢 有很高的折旧 可以用来抵税 光收租已经值了 当移民 旅游恢复正常 一定会有很好的升值 楼盘的设施也应有尽有 各种高大上啊 什么南半球最大最高最强 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对于一些海外的买家 或者不熟悉的新移民 甚至有一些悉尼的买家 估计都会很容易被这些吸引到 那问题在哪呢 我们每一个点来看一看 人口高速增长呢 我以前的这个视频 和大家也研究过了 一个区的人口增长 不代表需求大 相反是代表它的供应量 很快速的增长 人口才会能住进来 所以墨尔本市中心 是因为有很多新的楼盘 才会有所谓的人口增加 没错 疫情开始以后呢 新楼盘暂时是没有了 所以很多卖房中介 就会跟你说 你看接下来就会供不应求了 但是大家要明白 供需的是什么关系 澳洲统计局呢 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市中心人口有4万3千多 而平均一个household 有1.7个人 这意味着 起码需要2万5千多套房屋 但是统计局显示 墨尔本市中心 有超过3万4千多套房 还没有算 今年会建好的几个楼花项目 那到时候又会增加 好几千套公寓 其实是严重的oversupply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人多就是好 留学生租房需求大 那这个倒没有说错 在疫情之前呢 特别是每到开学季 留学生确实要抢着租的 那相信之后 这个现象呢 也会回来 但是你的租客 几乎就只有留学生了 真正的本地人就知道 在市中心上班的白领呢 只有极少数是愿意住在市中心的 而大多数宁愿在市中心周边 都不会住在市中心 租金高和正向现金流 那对比房价呢 租金回报可以说 比独立的house是更高的 可能一开始现金流看起来是不错 但是这个所谓的现金流啊 大多数仅限于头一两年 因为很快你这栋楼的物业管理费 几乎肯定是会上涨 而且呢是以你想象不到的速度上涨 不用多久呢 你的所谓高租金 现金流会荡然无存 甚至过几年 你就开始倒贴了 所以如果下次你听到中介跟你说 买这些公寓会有很好的升值的时候 他说的应该是你的物业管理费 不是你的房价 有些中介就会说 不用担心 你这栋楼开发商 建筑商那都是一流的 质量非常有保证 物业管理费呢就不会涨很多 那如果质量极度好的话 确实物业管理费呢 涨的相对会慢很多 但是请注意 在市中心居住的 有超过75%都是租客 额外再加一些Airbnb短租的 只有极少的人会买来自住 那就意味着 这栋楼很快就会被这些人搞残了 特别是某些Airbnb的租客 是最可怕的一个群体 所以无论是一流还是九流的开发商楼盘 最终都会难逃这个命运 用高折旧来抵税 老实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本地人连折旧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 更别说一些海外买家或者刚到澳洲的新移民 我一直和大家强调 折旧是我们投资当中其中一项的优惠 并不是我们去投资的主要理由 很多时候我听到一些人说 我收入有点高 交的税很多 想买个投资房做做付扣税 其实这样是完全本末倒置的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那对于一些不熟悉的买家 请记住折旧的英文是depreciation 其实是贬值的意思 折旧额越高证明它越跌价 这个就跟买车是同样的道理 再说对于一个海外或者是刚来澳洲的人 或者还没有收入的新移民 折旧其实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 你都没有交税 何来抵税呢 那最后我们就提到升值方面 前面的是推销手法和计量 我觉得也算了 但是如果有卖房的中介跟你说 毛尔本市中心公寓会有不错的升值 这是极度的不负责任 而且是严重误导广大的华人买家 我这个频道存在的意义 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自己做调查 最终为自己把关 毕竟你要是自愿被卖房中介洗脑了 那也怪不了谁了 只要稍微查一查数据你就会知道 毛尔本市中心的公寓的房价 几乎可以以十年如一日来形容 他们说好听一点就会跟你说 公寓的价格呢涨得会比house慢一点 但是正确来说是几乎不涨 甚至很大机会到你卖的时候要亏着卖 主要还是归咎于市中心太少资助买家了 只有25%左右 需求低供应多 那对于房价的升值简直就是灾难 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当你以五六十万去买一个一房公寓 银行估价呢很有可能只会四十万左右 你买一个八九十万的两房公寓啊 银行的估价很有可能只会是六十多万 银行也只会按照估价去放贷 运气好的话可以贷到70% 那意味着首付你可能要准备将近50% 那我看到这些买家呢最常见的情况就是 持有了好几年以后 物业管理费上涨得很厉害 导致现金流越来越差了 这个时候不如考虑卖掉吧 才发现还降价呢 不亏个十万都很难甩得掉 那最终呢就是持有一套不升值 现金流又差的房产 那你说买来自助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了你有钱住的舒服 买什么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买完之后 你是希望他有升值或者有更多投资的打算 那何必把钱压在这么一套房产上面呢 买房不是买菜对吧 卖房中介呢要赚钱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卖一套赚好几万的佣金 好歹也要对买家负责一点吧 有些人是亏得起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全付身家去买的 我觉得大家华人来到澳洲已经不容易 多一些责任多一些真诚 那所有人的路都会走得更远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呢可以帮助到已经买了 又或者是正准备买这些公寓楼盘的你 避开这种投资你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如果你接下来有买房的需求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做 欢迎你把你的情况和联系方式 发邮件到这个邮箱 又或者加我助手的微信 我们会尽快给你回复 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到你 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